如果你有去約會的時候 出現淡淡痛 這個情形 有一個很大部分的可能 叫做約會引起的淡淡痛 它有一個名稱 叫做約會症候群還是什麼什麼 戀愛引起的淡淡痛還是什麼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症狀叫做約會引起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你們講過 男生勃起的機制 你們還記得嗎? 我今天沒有白反 我已經先畫好了 你們還記不記得男生勃起的機制 第一個 你在勃起的時候 那勃起的時候 我們的膏丸這邊復稿精子 然後就開始準備精子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除精囊 除精囊就會也是有精液的地方 那這個是前列腺 前列腺是要準備分泌前列腺液的地方 所以前列腺分泌前列腺液的地方 除精囊儲存其他精液的地方 還有精子 這些東西就會開始也準備 準備累積在這個尿道這邊 因為第一個你勃起 第二個這些液體就會開始衝出來準備 因為你很興奮 它就衝出來準備 準備在這邊的時候 第三 等你興奮到100分的時候 這些液體在這邊就 啾!射出去了 這個是你們正常射精的機制 第一個勃起 然後第二個這個同時 這些液體就會跑出來這邊準備 準備準備之後 等你到興奮的時候 就會射出去 那但是呢 因為你在約會 不可能沒事站起來射精嘛 對不對 你是跟人家做面對面 或者是 你們看電影牽小手 你總不可能在電影院射精吧 或在餐廳裡面射精吧 所以呢 當你很長時間的性興奮的時候 男生的會音部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會音部 就是淡淡到肛門的這個底部 叫會音部 當男生在興奮的時候 剛剛說了 你除了勃起之外 這邊的液體就會累積到這邊了 就開始液體也準備累積囉 那長時間的興奮 本來要 應該要射出去的嘛 可是你沒有射出去 因為你不能射 你就只能一直在那邊興奮 那這個興奮的時間過長的時候呢 舒筋管會收縮 前列腺也會需要製造一些前列腺液 那還有除筋囊這邊也是滿的 那他們就會累積在這邊 那累積在這邊呢 就會導致 有的會導致高丸疼痛 那因為這樣子的位置 你們看在哪邊 是不是在下腹 所以有些人嚴重一點的 時間在久一點呢 就會導致下腹疼痛 每一個人疼痛的程度 跟只有淡淡痛 還是痛上去 還是痛哪裡 不一定 每一個人的疼 對疼痛的感受不一樣 所以舒筋管啊 這是舒筋管 兩側都有 這是舒筋管啊 副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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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孩子 你越久了 就頭痛 那些精子精液 就頭痛 這些只是比喻 就很痛很痛 啊 你越久沒事了 他就一直急在這邊啊 bl dozens 或在這邊啊 所以有些人會膽膽痛啊 痛到後來會有些人真的會下腹痛這樣子 好 那因为你在勃起的时候 这边都有经意 就是经意在准备嘛 经纸在这边嘛 那会因呢也会冲血 我们男生或女生在兴奋的时候 会因部就是男生的膏丸到肛门的这一段路 会因部会冲血会胀满 那因为胀满了 你没有射精 所以导致疼痛 重点来了 如果这个疼痛 它会随着你的性兴奋下降 它其实会消失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 好不要再看你对面的女生了 看电影的时候 赶快回去看鬼片 不要牵她的手 你的脑中不要再想她的小手 你的眼中不要再看对面吃饭的美女 你的眼中可以转回去看厨师 或者是想一些其他的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一直在想说牵小手 等一下干嘛 赶快往前面看 看鬼片 你那个瞬间 当你的阴晶软下来的时候 你的疼痛也会开始慢慢的下降 但是如果你的疼痛两个小时以上 你都已经看鬼看很久了 你都已经看厨师看到人家店都要关了 你还在痛 或是你看行人都走光了 你的下腹 你下腹还在痛两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你对面的女生都回家了 你还在痛 那个 那这样子就不是正常的了 你就有可能是前列腺发炎 也有可能是复稿发炎 也有可能是反正这边男生的性器官相关的发炎 都有可能 请你去看泌尿科医师 好 另外一个 如果呢 你痛的时候是单侧痛 你止痛左边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止痛左边的话 也有可能 这是另外一种可能 也有可能是 静锁静脉曲张 因为 你们知道静锁是在哪边吗 静锁就是 我再画给你们看 这是阴晶嘛 这是膏丸淡淡 你们如果不知道静锁在哪边的时候 你们现在就是一样裤子脱下来 用手去捏 淡淡 淡淡上面的这边 你这样子轻轻的捏旋转 你会摸到一些一根一根一根的东西 那个就是叫做静锁 那个静锁里面有动脉静脉神经 很多很多很多 那反正很容易曲张 就叫做静脉曲张 就是在这边曲张 那因为它的解剖位置的关系呢 左边的静脉 是接到肾那边去嘛 然后右边高丸是接下肖静脉 反正这样你们也听不懂 反正就是左右的解剖位置关系 如果有静锁静脉曲张的人 比较容易发生在左边的高丸 所以假设你刚好跟一个女生约会 你淡淡痛 那痛的刚好都是左边 那那个痛 有时候除了看女生之外 你久站久坐运动完 都会痛 那有可能是静锁静脉曲张 但是如果你的淡淡痛或下肤痛 都是出现在跟女生兴奋的时候 女生见面你很兴奋的时候出现的话 那个不用担心 当你的兴奋下降的时候 那个女生就会走 不不不讲错了 当你的兴奋下降的时候 那个淡淡 那个淡淡就会慢慢的不痛了 疼痛感会消失 那如果呢 你的疼痛 两个小时以上都没有消失 那么请你去看医师 因为有可能真的是身体里面的发炎导致的疼痛 对吗 ικ Tiffany 我 複闹 探 这个